今后建国的目标是成为发展速度最快 才证实力雄厚 主导变化 并让世界瞩目的大学 为实现这样的飞跃 建国提出了新的长期规划 I Smart 2020 开启了朝向唯一国际性大学的道路 再来看一下这个初级绘画 战礼中的一些礼仪 那一般 就是家里人 我前段时间 有位朋友 开摩托车 出了车祸 然后不信 然后老师过去 然后一般 常用的一句话 是 参加国内 明博给 这样的一句话 参加 这句话呢就是正宗的 这样的意思 国际呢就是 故人 已经死去的人 明博 明福 祈求 这样的意思 下一句话呢是 有多难受啊 多悲伤啊 这样的意思 假如说 这样的一些话 说不上来的话呢 说不上来的话呢也没关系啊 其实就是 慰劳大家 慰劳这个 死去的这个 人的家属 握个手也可以啊 或是其他的方式都可以的 啊 韩语里面是这样表达的 这个呢 当做一个参考 假如说去问桑 也可以说文桑 或者是 从文都可以 啊 这是张礼宗的韩语礼仪 冒的拒绝 啊 一般我们在这个大 这个 来韩国的马路边上啊 假如说帮助一个 帮助一个 啊 阿姨也好 叔叔也好啊 你说啊 我帮你啊 那一般客气一点的话 怎么怎么拒绝啊 就 아니요 괜찮아요 啊 这时候有时候 就感觉啊 是让我帮忙吗 还是 有时候 不好把握啊 所以呢 你这 最好呢 どうあってりかよ 아니요 괜찮아요 就委婉的拒绝了 是吧 那你可以说啊 没关系啊 是吧 我帮你拿 どうあってりかよ 你可以这么说 再征询一下 她的意见 啊 假如说 啊 跟女朋友一块出去啊 买东西 啊 一般这个 啊 外国朋友呢 假如说 出的一个韩国女朋友啊 外国朋友说 她就是嘎 我帮你买 那韩国女朋友 她肯定说啊 괜찮아 没关系的 那外国朋友呢 外国男朋友呢 肯定就啊 那就算了 不买 她不喜欢吗 这样的 这样想啊 其实呢 还可以再问一句啊 这句话啊 啊 也可以跟这个 韩国啊 朋友呢 问问啊 这个面是 表示假设啊 这个西呢 表示尊敬啊 因为不是很熟的关系嘛 所以 时间に 一次性面 如果说 有时间的话 茶 就是茶 就是 茶的意思啊 茶汉茶 一杯 哈欣雷 询问对方 啊 啊 有时间的时候 咱们喝一杯茶呀 啊 就是说 进一步的想了解 彼此 假如说 你对这个男生 嗯 感兴趣 或者说是 想跟他继续 啊 维持 那你可以说 嗯 委婉的拒绝的话 你可以说 아니요 괜찮아요 啊 有点 这个不耐烦